1号即将迎接清明廉价 不少民众已经安排好出入的计划 不过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水汽增加 雨区扩大 半个台湾都有机会降雨 周末连续两天 华东也持续受到影响 要到下周一二 水汽才会明显减少天气回稳 春天天气多变化 民众出门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 1日起即将迎接清明廉价 31日台湾附近仍为东北风环境 加上华南云雨区都已影响 周末两天东半部地区 都会是局部短暂震雨天气形态 尤其周六水汽较多 周日水汽则有减少趋势 廉价华东出入民众 兼以攜带雨具 31到1号 然后2号白天的时候 大概还有水汽都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这个地方 水汽是比较多一点点 会有一些短暂雨 然后温度其实都逐日在上升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3号 4号 5号的时候 其实封面还没影响到我们的时候 天气都还算不错 温度也算蛮高的 然后就5号下半天 可能到晚上的时候 温度会受到封面来的影响 然后水汽会更多 所以雨会大一点点 然后6号的时候 受的封面影响 所以整个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都会下雨 所以这一周 目前看起来这个 廉价的天气 其实都还算不是很坏 就是水在 廉价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一些 滑南云雨的影响 但是目前看起来雨都不是很大的一个情形 所以从2号 3号 4号 5号 大概看起来天气都还算不错 而且出油应该也蛮舒适的 温度也不会太高 然后低温也不会太冷 到了下周转为东风到东南风 下周一至周三 4月3日至5日 各地天气转为温暖舒适 气温明显回升 不过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震雨 提起民众春天天气变化快 南北温差大 民众亲民年假出门 留意天气预报才能玩得尽兴 接着讲邦夜华林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